汽车轮台是如何制作出来的 马牌轮台为什么卖的那么贵 这里是有150年历史的马牌汽车轮台生产线 轮台是由10到15种不同的成分组成 主要是天然橡胶、碳黑、金属植物和多种化学实际 这些原材料由轨道车送到巨型搅拌机 在高温下让其充分融合 形成了具有粘性的橡胶面团 再通过强大的滚压机将这些橡胶挤压成厚片带用 另一边卷状的布状植物正在通过滚压机 在这里将热橡胶压在织物的两面 让两者融为一体 同时设备将许多棉线拉到热的橡胶植物上成型 形成的橡胶植物也被称之为莲布层 这也是轮台的内部骨架 制作胎面橡胶需要由三种不同配方的橡胶组成 挤出机对三股橡胶进行融合成型 刀片将胎面橡胶剪成特定的长度 这是制作胎圈用的钢丝 使其包裹在橡胶当中并裁剪成所需要的规格 这样才能保证轮胎轮往的强度 接下来就是开始组装轮胎 一块密封的橡胶充当内胎 将胎圈内胎和莲布层在机械的作用下融合在一起 并用滚轮将侧边压平整 外层轮胎则是把嵌有钢丝的橡胶捆成一圈 再附上一层开面橡胶 最后就是要将内外轮胎合二为一 为轮胎充气使内外轮胎粘黏在一起 将轮胎边缘滚圆 此时被称之为生胎 接下来还需要对生胎进行硫化处理 生胎被送到硫化设备上 通过加热冲气印上胎面花纹 这也将轮胎从一种脆性的粘性物质 转变为坚固而有弹性的轮胎 经过检验合格之后 就完成了一个轮胎生产的所有工序 所以你用的是什么品牌的轮胎呢